辽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苏仙 高明徒任称州知府时 有一位姓苏的女子在河边洗衣上 她蹲在河中的大石头上 有一缕水草 温柔脆嫩 相当惹人怜爱 在水面浮游荡漾 绕着石头飘了三圈 苏女看了怦然心动 回去不久便怀孕了 母亲悄悄问她怎么回事 苏女肇实说了 母亲迷惑不解 几个月后 苏女竟然生下一个儿子 她本想将孩子扔进胡同抛弃 但又于心不忍 就把儿子放在木柜里养着 从此 她发誓绝不嫁人 决心要把儿子养大 但是 没有出嫁就有身孕 无法向人启齿 所以 孩子长到七岁了 还没有出去见过人 一天 儿子忽然对苏女说 孩儿渐渐大了 禁闭我而不让我看见人到什么时候呢 让我走吧 不能再拖累母亲了 苏女问儿子到哪里去 儿子说 儿子我并非人类 要昂首于剑鹤 飞腾于云霄 苏女哭着问她何时归来 儿子回答说 等母亲临终时我便回来 我走以后 如果需要什么东西 就打开我藏身的柜子 就能如愿以偿 说完 向母亲告别离去 苏女出门一看 儿子不见了 苏女告诉母亲 母亲也非常惊奇 从此 苏女再没有嫁人 和母亲相依为命 但家境日益败落 有一天做早饭时 米没有了 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有 苏女忽然想起儿子临别时的嘱托 就去打开柜子 果然找到白米做了早饭 从此以后 凡有所求都能如愿 三年后 其母过世 一切丧葬开支都从柜中取出 安葬好母亲 后来的三十年 苏女一个人生活 大门也不出 一天 林家妇人到苏女家来借货 见屋里就她一个人独自静坐 和她谈了一会儿话就离去了 过了不久 林家妇人忽然看见苏女家中 有彩云缭绕 高耸如车盖 彩云中站着一位身穿华丽服装的人 仔细一看 原来是苏女 彩云在空中盘缓了许久 就飞向高空不见了 邻居们都很疑惑 到苏女家去窥视 只见苏女盛装打扮 安静地坐着 已经死去 众人商量 苏女未嫁 婴儿无处归葬 就打算出钱替她安葬 忽然 来了一个少年 她长得英俊高大 向众人致谢 邻居们过去也知道 苏女有过一个儿子 所以也不加怀疑 少年出钱安葬了母亲 并种了两棵桃树于墓前 告辞众人而去 她刚走了几步 就架着云彩消失了 后来 那两棵桃树开花结果 香甜可口 当地人便称之为苏仙桃 桃树每年都很茂盛 一直不衰不朽 而这里做官的人 常常带些桃子去馈赠亲友